收封箱里一谈金船溺水意外 一名60岁的杜姓男子 9号上午是被人发现 城市在风景区西码头 并且已经出现了湿江的现象 那么警方初步判断 杜姓男子溺水 有可能是因为酒最后跌入水中 那么至于详细的原因 则还有待做进一步相宴 装着尸体的袋子 已经被救援人员处理好 就在刚刚一名男子被打捞伤案 但早已没了生命迹象 身体呈现僵硬状态 附近已经围起封锁线 而这里就是花莲鲤鱼潭风景区 这名溺斃的死者是60岁的杜姓男子 根据附近游艇员工所说 原本住文蓝村的他是以为街友 最近在鲤鱼潭周边露宿 当成他的新住点 没想到会突然传来噩耗 中央分队于9日上午6点20分 接获民众报案鲤鱼潭一名 民众溺水 中央分队抵达现场后 发现患者明显死亡 溪码头这边还能见到 他活动的痕迹 公侧旁的毛毯 还有大型巧拼与小枕头 是他夜晚预寒所用的 一夜之间这些物品的主人 就成了冰冷遗体 而至于他是怎么跌进水里的 目前并没有目击者 经由中央分队人员 将患者拉上 地点发生在潭溪码头 后续交由警方主力 吉安分局初步推测 男子疑似9最后才不胜跌入水中 不过详细死因 还有待后续 相验结果 记得就成了 学历情话里报道